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行政院今天表示 希望交通部妥善回应 报告尽速出炉 交通部长叶匡时日前允落 退费标准从宽认定 延误超过45分钟以上 最好车票的旅客一年内可全额退费 中邮表示 周一凌晨起 国内汽油每公升调降新台币0.1元 柴油不调整 调整后的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 925000汽油每公升33.9元 925000汽油每公升35.4元 985000汽油每公升37.4元 超级柴油维持每公升32.9元 周日气温下降 南部以外各地都有短暂雨 北市府前展出的纸猫熊全都穿上了雨衣 不过变天还是不影响民众看猫熊的性质 但是许多纸猫熊伤痕累累 有的腊差 有的破损 让主办单位干忙连夜帮猫熊们穿上雨衣 尽力在雨中修补猫熊 新唐人亚特电视真理报道